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9年的时候启程就拿下第十届金曲奖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 03年的时候人生剧展《萤火虫的预言》第38届金融奖 单元剧男主角奖 你还演戏入围 男主角 第一次演单元剧就入围 然后03年大冒险家是娱乐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入围 08年爱拼真爱 这是歌唱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入围 不止如此 还有 对 这个是2012年的宝岛与很大第47届金融奖 行角节目主持人奖入围 然后13年拿到了 对 行角节目主持人奖 然后14年还向宝岛与很大行角节目主持人奖再度入围 所以你实在是很精彩 你唱歌 你主持人 然后你还演戏 然后都有这么好的成绩 你今年67岁 看不出来了 看给你很年轻 有嘛 谢谢 谢谢 可是听说现在要开演唱会是你人生第一场 对 40年了 因为我就是民国70年开始入好嘛 就开始 71年开始第一张专辑 《行途下两栽》 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差不多40年了 我想说 很多人就鼓励我啊 就是看到我 听到我的演唱会这样 去年的时候 就是看到一篇那个网友留言啦 她说她在民国70年的时候 她在台中念书一个女生 她念书 然后她就暑假的时候 她那种十几岁的时候 她17岁吧 然后她去我们西餐厅去打工 打工 当扶生打工就两个月 她每天在台下就听我唱一首西洋歌曲叫《Slow Hand》 然后她说她很震撼 怎么会有那么好听的歌 那西洋歌曲 然后就 而且她会说 每次观众来都是一个来就点 每个来就点 有时候上半场来的 或者过一段时间 她又来 她又点 我要再唱一次 然后她在那边整整听了两个月 她说一辈子难忘 一辈子 到现在已经 到现在都还记得我清清楚 在台上唱这首歌那个样子跟感觉 然后她说已经40年过去 她也快60了 然后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 再听我唱这首歌 这很感人 一个17岁的少女 她当时可能在台下一直仰望你 对 对 对 然后觉得那个歌好棒 然后到现在我希望能够去找寻 属于17岁的记忆 对啊 对 你还记得那首歌吗 可以谈一下 可以吗 是 好 OK 你看我们就是从这里的缘起 所以要办演唱会来寻找我们的歌迷 真的 希望她 这位女生她能够听到我唱这首歌 只能闹翻唱的说明 只能看不完 这位女生 95 在短없이 在哪里 是 我看不出来的 我是 看在哪里 看不出来的 我看不出来的 在哪里 就不出来的 我看不出来的 还在这购声 我 我看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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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不出来的 I want a man with a slow hand I want a lover with an easy touch I want somebody who will spend some time To come and go in a heavy rush I want somebody who will understand When I got slow I want a slow hand 在台中西餐厅助唱的时候 当然你那时候可能不知道台下有谁 可是我记得有一段故事 就是Billy去台中也是听你唱 然后就回去台北一直讲 台中有一个是菲律宾的歌手 好厉害喔 这个菲律宾歌手他还会讲台语 还会讲国语 然后西餐厅歌曲唱得超级好的 很有国际水准 对啊 这个就是他自己跟我讲的 他就说 他回去就跟那个西餐厅老板 他们的台北老板 老板你知道吗 我去台中西餐厅助唱 有一个菲律宾人 他好会唱西餐厅歌曲 天啊 台语讲得好好 会讲台语的菲律宾人 对 他跟我讲的 我就喔 然后他们老板真的有下来台中 看我唱歌 是说你红得很早 要不然的话 你像你这样的style的 走在路上会不会被警察领检 以为是外劳的情形 有喔 有 有喔 你讲到这个就是 我有一次 在那个松山机场 我在排队 那时候我就 我就戴墨镜 然后头发剪剪的 然后那个海关说 菲律宾的 你要排那边 OK 菲律宾 你要排那边 那你怎么回答 你说 我是台湾人 我什么纯人 所以 你的这个 这个形象真的很容易 就是被误解 好 提到 在底下听你唱歌 我想人生的故事 很多从这里开始 包括呢 你在台中驻唱的时候 蔡震南去听你唱歌 而且一直去 一个礼拜 对不对 他是这样子 因为 是人家介绍他去的 人家介绍他去的时候 台中宣布有一个 因为 小鸣唱得很好听 其实他那个时候 是要找 新疏向人栽的主唱 对 他还找了好多的女生唱 他都不满意 对 所以特别到台中去听你唱 然后他点的是夕阳歌 对 他就唱那个 就那时候 他都喜欢我唱 那个阿里巴巴 阿里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那什么 Sung like a way 阿里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那什么 Sung like a way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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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ame Sesame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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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ame 我还有动作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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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ame 自己 所以好难连结 心疏向人知道 他在描绘庶民 社会底层的那种心声 阿里巴巴 然后点这首 他可能 他喜欢 可能是他喜欢我舞台的感觉 唱到阿里巴巴的感觉 然后后来就是一个礼拜之后 他突然歌单上有一些 我是 我在低几桌 有事 可以找你弹一下吗 我就下来 就说 我是 我叫蔡胜兰 但是我写了一首歌 想找位歌手来帮我录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我说 我说 OK 因为他常常坐同样的位置 就是 右手边打鼓的前面 眼睛坐在那边听我唱 然后 OK 然后我就 我就好啊 他当时demo是 这样子的 其实当时我在练这首歌的时候 因为我听了是demo 对 然后我感觉不出来这首歌的那个 他的feeling在哪里 我就说就是台语歌嘛 然后 后来因为 这首歌经过编曲之后 我编曲是在录音室才听到的 然后如果他一放 我的天啊 怎么中 怎么那么好听的歌曲 然后我就 我就 你知道我就 我就好我就进录音室 就开始唱了 就是那一首歌就录了一个晚上 录完之后 然后 陈文成 OK了 你出来听一下 我就出来就进了 他一放 我眼泪流下来 这首歌这么好听啊 而且是 有很深沉的一个心灵的感动 从底层声音唱出来的 真的啊 我就说 我真的是 那时候我发这个 我讲的是真广 因为我留演了 然后我们录完了之后 就收工了嘛 然后我就坐着他的车 我们回台中 然后台车站讲说 这台片子 我们南北买三千多 我请你吃五百了 OK 我说谢谢 因为他跟我同年了 我们跟兄弟一样 阿豪就回来了 然后我继续上班 来吃西餐厅唱 阿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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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 然后 我过没多久 他刚才打一张电话 三千多 快点 来 来我吃恭喜 好 好 我就过去 说 要说 倒包装 倒包装 哇 买买 因为那个片子 那样包装的时候 我们自己来嘛 那是家家里工厂就来 这大 一直包包 外面排队满满的 中盘商 对 都在那里排队 排队 还有限量 限量 就是夹式的20张 然后那个卡式的20张 因为数量有限 还有因为为了插队 还差一点 休怕 所以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这首歌 那个整个一个月之后 两个月之后 突然就全市城爆了 就卖到 哇 一百多万张 然后你知道呢 就是我电视就有看过 我看了有一次看那个 成龙 来台湾做宣传的时候 他上电视唱 就新闻是这样的 成龙也唱 成龙 然后另外一个 Ending Love 刘德华 刘德华也唱 在电视来唱 打歌 来做宣传 也是唱 新式谁人之 然后宋楚瑜 那时候做新闻剧场 去那个 去那个 在美国 去宣慰乔包的时候 他也是唱 新式谁人之 所以那个时候 不管是政界啦 巨星啦 大家都要蹭一下心思谁人之 热度 红到那个时候 后来就是因为这首歌 然后就开始 就是我就 你的人生就完成 完全就走入闽南语的世界了 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 就是蔡仁南找你的时候 因为是要让你唱台语嘛 你没有说 我唱西洋歌曲的呢 你叫我这台语 其实不满您说 其实不满您说 我真的爆料 他有写两首歌 OK 一首台语就是 一首国语的 因为那时候 我西餐厅的那个外号 叫非洲白马王子 所以说你喜欢哪一首 我挑台语的好了 OK 你是在一念之间 一念之间 我们来唱一首 那时候 让你整个感动 召唤出来的这个曲调 应该的 我来唱的歌 我出 麻煩的理愛 帶你這套改 是你無憾改 出今太煩惠 心爱你若有了解 赶你丢人爱 人生有时无法塞 是心甘流出来 真的心来我们看这个歌手 心思如果没说出来 有些人会知道 有时想要瘦寸 麻白的彼哀 最主要我们的男生 不是无法塞 只是不甘流出来 这个是人生一个 好重要的转捩点 所以你看当你整个爆红以后 然后也要上一些综艺节目 对 然后上综艺节目 后来还变成是那种 欢乐咖小丑咖之类的 其实这个是应该感谢 应该是从小燕姐开始的 连环炮 对 连环炮之前 因为我心思时间是红了之后 一两个月没有人 因为那时候还有排行榜 终于一摆排行榜 歌唱排行榜 新四十人在排行榜高居 已经很久一段时间 没有人知道谁唱的 我没有上过电视 是我在西山林还在那边 阿里阿里巴巴的时候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你是沈文成吗 阿新四十人是你唱的吗 是 是这样子 因为你的歌在我们排行榜 已经很久了 那我们一直找不到 到底是谁是主唱人 对 是不知道 你有没有 可以请你来上我们的节目 这样子 我说 是喔 好啊 我自己一个人 我还去楼下千叶百个公司 去买了新的牛仔裤 新的T恤 然后就上来台北 我们华氏的一棚 然后进去 我一个人喔 还穿这样 不是像这样的这样子 然后那个工作人就 你说我是沈文成 喔 你是 喔 然后他就说 他轮到我的时间了 那时候还 还有乐队 然后 他就说 沈文成 你现在就过来 導播说 你现在 你就站在这边 就那 Key点那边 十字那边 给你站定位 然后 他有放歌 你就对嘴 对嘴 对嘴 好 好 完了 对嘴是什么 我没有听过 我不知道什么叫对嘴 然后我就跑跑去 那个 那个放干冰的 我说 诶大哥 想一下什么叫对嘴 嗯 然后他就和 待会他在吠的时 歌如果来 你听到这歌 你就顺利的歌 吹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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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穿这样 沒有啦 老年老年老年 背在唱 哇 了解 然後就開始 我是三個 然後就開始 公主拉 無公主拉 出家的唱那兩句 他播放咖 咖 是呀 咖一定有什麼問題 第一次上電視 然後就看他們交頭接耳 後來 還知道干兵的跟我講說 剛才是小燕姐來 看到你在唱的時候 她叫我們腳的 她跟導播說 說三文傳那麼小顆雞 一個人 後面空空的 都是椅子 樂隊的椅子撤了 樂隊撤了 然後唱對嘴 然後撤了 這樣太空了 她的歌是第一名的 冠軍的 我們後面要給她改變一下 好 才會卡 然後才推布景出來 後來我聽了這樣 哇 感動 她好像是馬祖婆一樣 她的一句話就 讓我這樣昇華了 對啊 她也是怎麼講 她就怎麼講 她就是 她有滿有喜感的 然後就帶 我就去參加連環砲 連環砲的 我是第一代的演員 你是第一代 然後那是我哥 我馬思立 林光寧 我跟林光寧演兄弟 馬思立好像演管家 然後就 另外他的短劇 演給你 就是我 我們來看一段 有嗎 爸爸你 你這個很奇怪 現在電視觀眾 大家都聽得懂國語了 不需要你翻譯了 懂不懂 我知道 爸爸來吃飯了 爸爸快來吃飯了 你可以我不可以啊 為什麼 你特別是要欺負我嗎 我怎麼欺負你的美聲 都是這樣子 你是什麼 我從我你裡面 根本就是從我我的話 不要再吵 不要再吵 哎呀 哇 那時候看起來 粗粗的咧 對啊 小不垃圾的那個時候 我在進入演藝圈的時候 開始我的詩檔是誰 何一行 楊帆 菲青 我們四個 菲哥聽說他也是你的好朋友兼恩人 尤其1992年 古兼雅咪咪 這首歌也是超經典 好多人好愛唱 跟他有關 大大有關 怎麼說 因為這首歌 就是因為我去 拜託他讓我安排一下 我上他的節目就 他跟弟弟 菲青 他們的節目 中府地 然後我就說我的新歌 我就想 可以上節目打歌這樣 後來我們就 我就帶著原住民的服裝 什麼什麼 然後就上去 我記得我還帶口琴架什麼 反正十八般母也都帶去了 什麼道具都去 他們也穿原住民的服裝幫我穿 然後一起 一起去唱那個什麼 唱那個什麼 那個 爸爸媽媽我看救你們 不要把我嫁給外全人 就這首歌 然後他們就玩 他們就玩 玩了一段 然後 這個節目 我唱完之後 他就一分鐘的時間讓我打歌 然後那一集播出之後 開始 一個禮拜 都是六萬張 一分鐘的時間 然後就情緣變起來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我排行榜 我們就也是第一名 好久 很久 OK 古情雅咪咪 擅長久 會放在這 respect 我唱得上有 lament 的時候 會跑進去 多近 hä倫fully 那は 很久 一容 會 你 你 電話 在一周 你先走來唱詩詩詩 世間無永遠的富貴 也無永遠人的婚禮 青春少年時 心想夢一年 只有在夢中 才算去 啊 想要安慰給你 啊 無生依依依依 今夜有時 躲到生寶的安眠 恕不停的迷迷 就是那種感情真的會被這種牽引出來 就隨著這個歌聲跟歌詞 所以這個是你自己作詞作曲 所以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去創作 應該是民國八十七十九年吧 七十九年開始 因為為什麼開始自己作曲 因為我有給你報告 就前十年的時間 就是民國七十幾年 七十一年就開始 一直唱明蘭歌曲 然後跑去演戲 拍電影 什麼 都好像就放下了唱歌的那條路線 我是主動專門在演戲那邊 很瘋狂 然後有一次我在台北 坐電梯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媽媽 帶著小孩有沒有 跟我說這是什麼 你知道嗎 然後 小孩子 我有看到 她好好笑喔 我原來我已經變得很好笑了 但是我突然想說 我好久沒有聽到人跟我說 你唱的歌好好聽 好聽喔 然後那件事情 我說是不是又回來了 你要好好唱歌 因為沒有那個 從心裡這樣 一直到說 沒有什麼好的作品 讓人家 讓人家 肯定 然後我過來 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回到 想說自己來 回到 那時候我想說 我要重新出發的話 我要 開始要自己 自己寫歌 自己唱 然後說 我 我不會彩譜 然後我是這樣 我就 就去拿那個 以前老歌本有沒有 那都是簡樸的 123 123 這首歌我都會唱 我就看怎麼寫 怎麼寫 我就去寫 自己去寫 然後我會的旋律 什麼來去打打什麼 然後就寫寫寫 然後就譜譜 然後自己錄 我就買了一個琴 在那邊彈 吉他彈 然後錄 然後 一直自己寫寫寫 到 我舊情緣妹妹是 我寫的第126首 哇 已經是一百二十六首了 那時候 寫到古今 末末末末末末 就已經一百二十六首了 好 我就把他錄一錄 就 就送電子去 去那些唱片公司 然後就是 剛好就是有一個 我在民生東陸碰到一個老師 然後他 他 他要去高雄一家 他新的唱片公司 他說 你有歌要送嗎 我說 我有錄一枝 要給我送看看 然後 他就帶我下去 然後第二天打電話 唱你公司要愛 因為你這 你這枝不錯 有 來去台東 古今 那時候還不知道 舊情緣妹妹 有一個來去台東 她也很愛 好 就來去台東 你知道嗎 來去台東 因為 老闆是民進黨的 他覺得 這有鄉土味 他第一次開唱片公司 很在地 對 很在地 來台東 後來 究竟我為什麼會哄 因為 來去台東 人家夜市在放的時候 他會run 一直run run到那個 那個 我記得那個說 A面第五首還是 是順便讓人家聽的 可是一放到那裡的時候 路過的人都會停下來聽 古今雅咪咪咪 一次在 我在外面做的時候 人家唱片公司打電話 陳文哲 你快回來公司 你現在 還沒辦法 又要保 他是這樣 其實那個 那時候已經有CD了 現在要是保CD 他 他就是說 特別推薦 男女對唱情歌 舊情也綿綿 因為他沒有印在那個 封面 封面上 那個貼紙 我們去 我去倒打 打 然後 然後 因為那個 去學院裡面 一紅 聯繫四個禮拜第一名 哇 那個排行榜的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我開始寫的時候 都不知道 我之前 我有送 我送了好幾個唱片公司 他們都說 你把那個錄音帶 你的demo 他們叫demo 放在這裡 我們聽聽看 然後 怎樣 我們再打電話給你 我在家裡等了一年 其中一個老師跟我說 陳文哲 你知道嗎 你剛我送的時候 為什麼唱片公司 不要幫你發 為什麼 因為他們開花 陳文哲現在都糟糕了 糟糕 走糟了 就是演邪那個 反串 邪心 這樣 我超愛演的 演什麼的時候 叫我演什麼 然後就反串了 花中音 他說 奇象不好做 企劃人說 他現在不好包裝 不好做 一種沒有歌星的味道 變成走到演員去了 這樣 很不好做了 這樣 所以原來古正爺咪咪 不是在來去台東這塊片裡 對 這樣也要來去台東一下 來去台東 好 好啊 好啊 一聽就好開心啊 觉得可以跟着你到处去玩 去走 对不对 对啊 这个是 是在民国八十年 拿回铁路通车 我就看新闻报导 然后我就说 我出来从七十一年开始 踏入歌坛 十年的时间 也没有为故乡做一些什么 我说我习一条歌送我带到 然后我就写来去台东 人生也很有趣 所以你那时候其实 本来怀抱着是飞官梦 抱歉 你要当飞官身高不够 那你要不要考虑修飞机啊 反正你没有开飞机 你也可以摸到飞机啊 然后你接下来 你就再也不是那个什么 综艺协星 你本来是主持那种 其实是贴近脚 贴近土地 然后是很有深度的节目 就是宝岛鱼很大啊 还有那个 大冒险家 大冒险家 对对对对 那这个又让大家看到一个 原生于土地的 不一样的省闻城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讲 因为我喜欢 你也知道我喜欢钓鱼嘛 因为钓鱼的时候 我想说我带着钓杆 然后带着简单的吃的东西 没有零食啊咖啡啊 那我就一个人去钓鱼 然后全省的溪流我都要走遍了嘛 我觉得台湾真的很美 大家都因为我都是深入蜜境 那一条溪流我一直慢慢走走走走 你一个转到流浪化明 又一出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我说这个美应该 我们钓鱼人可以把它 用钓鱼人两只眼睛一双脚 把它介绍出来 而且每一条溪流都有不同的文明 部落文化 都很适合大家去认识的 你了解的 OK 我就开始主持外景节目 所以外景节目开始我又做 做吉普车去探险 然后是介绍 后来就是不单是台湾 我们甚至到海外去了 好 那你钓片的全世界 你也带我来钓鱼好不好 可以啊 走 你真的呢 可以啊 好啊 你跟我钓鱼你是最幸福的 OK 走 OK Let's go 到了 到了 我们来到了 平林 这里是北市溪 也是沈哥的天然私人的钓场 因为平常都在这里钓 我的秘密基地 好赞哦 今天真有人荣幸可以搭乘你这一步 还可以吗 这台车 跑车 它是货跑车 货跑车 叫库卡 库卡 水呢 你特别把它用成紫色的 这个 给你介绍 这个叫变色龙 变色龙怎么说 有的蓝的有的绿的 你不动的角度 有没有 上面变绿色了 对 这边变紫色 然后这粉纸 还有蓝色 变形金刚啦 有没有 那个柯波纹 他的过车 有没有 就是我这个管子 我就是学柯波纹的啦 OK 然后呢 重要是这个 It's my baby My baby 我的哈雷 哈雷 哈雷 这个是48 热血大叔沈文成 秀出压箱宝 库卡变色龙 和心爱的哈雷机车 遇到主持人陈雅玲 忍不住献保一番 哇 这台哈雷 很漂亮耶 嗯 你是怎么轻轻轻的 这个车身短 可以载我的裤子 然后这个轻有一个好处 然后就是你万一 嗯 你自己 还可以把他拆掉了 哈哈哈 还推的 你招过你就没办法了 OK 有哈雷还要配上这一顶 全球限量款安全帽 这个是世界冠军MotoGP Russi 亲笔签名的 哇 他整个都还没有撕耶 对耶 为你而撕耶 哇 我今天好幸运哦 你是第一个带 我都还没带过耶 哈哈哈 兜风骑车是神哥最爱 不为别的 就是要享受奔驰快感 我们有时候骑车 就是喜欢听我们排气管的声音 噗噗噗噗 哈雷 它三节拍的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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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就不一样 然后我骑重机 reble 那超跑太平衡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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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ically 可惜主持人没有重机驾照 但还是要把握机会 现场百拍一番 耶 Thank you 好吧 我们去钓鱼 OK Showdown 来到西边 生哥要示范最拿手的钓鱼绝活 打从小学以后 就没有钓过鱼的主持人 今天要好好來學習一番 那你要不要先教我釣魚一下 你就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給你用那個浮飄 然後我調淺淺的 你就讓它慢慢這樣子 有看到那個浮飄有沒有 有 用到這裡 然後放下去 就看著那個浮飄 然後就 竿子就 等待 等待 釣魚就讓專業的來 好像釣到了耶 過段葉子 哈哈哈哈 再丟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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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這什麼魚 這個叫石兵 石兵 九兵 九兵 它這個就是這邊最大中的 最大家族的 終於釣到一條小魚 但沈哥可不是要烤來給大家吃 跟他拍個照耶 耶 然後把牠放回去 我都說阿高姐姐 哇 哇 所以你要放生 放生 OK 讓牠回去 OK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把魚放生 我覺得釣到大魚是幸運 釣到小魚是緣分 那我就說放回去 然後讓牠再長大 然後生生不息 就吸你這樣 珍惜生命 愛護生命 聖哥也談起十多年來出外景經驗 出生入死是常有的事 你的這個外景啊 其實有的時候充滿的危險 對不對 聽說你有一次在露營 你們還是扎營在山崖邊 山壁邊 然後遇到土石流 山崩 山崩 山崩喔 扎營之後 那我就挑在那個一個山壁下面 然後我就把我的帳篷 搭在那靠著山壁 就晚上噼哩啪啦 什麼聲音 很大 走山的聲音 然後我就趕快衝出來 跑出來 結果我的旁邊大概十公尺 就站在車子那邊 整個山是垮下來耶 走山了 我如果再靠近 它如果再靠近一點 我就被活買了 聽完沈哥的冒險故事後 來休息一下 下午茶時間 貼心的沈哥 也準備了家鄉的味道 要來給雅玲姐品嘗一下 My Lady 來 已經給妳準備好妳的位置 我們這個是西邊 紀錄一桌 免排隊 Hard Rock Coffee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月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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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月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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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 怎麼說 月桃 我們小孩都說月桃 月桃 我們在包紅骨粿 包肉粽都會用到以前 是 有沒有 你仔細 有沒有 你把它揉一揉 嗯 你把它揉一揉 嗯 有沒有 有有有有香味 對 對對對 上次我去嘉義 然後我去出外景的時候 我叫那小朋友 就喝了 他們說一輩子難忘 妳煮妳有自己煮嗎 不會香耶 不好意思 好 實在是因為月桃香太吸引人 就連平時沒在下廚的主持人 都忍不住親自體驗 先把它剪掉 剪掉 剪掉 然後有沒有 放下去 放下去 剪 這樣我會拿嗎 來 好開始 你的初體驗 沈文城大廚 初體驗 好香喔 完成了 我們的月桃奶茶 我先能給妳喝 乾杯 乾杯 好幸福 這就是人生 該有的生活 一邊享用熱騰騰的下午茶 才華洋溢的沈哥 還分享自己從小就愛書成吃 最愛即興創作 作為半日遊的祥島 沈哥也當場來一段 妳說妳最嚮往的生活是什麼 吟一段詩吧 請聽著啊 清溪流過壁山頭 空水沉仙一色秋 隔斷紅塵三十里 白雲紅葉兩幽幽 一縮一立一扁舟 一丈絲輪一寸溝 一曲高歌一尊久 一人獨坐一江秋 This is my life It's my life Now forever 好讚喔 哇 我們沈哥原來這麼的博學多文 這塊土地上的大小事物都可以問妳 太厲害了 當然不恍多了 妳在我心目中真的是一個超級博士 我們可以講怪博士 超厲害的 其實妳的好歌聲也源自於父親 爸爸其實是台灣人 然後媽媽是盧凱族人 原住民 那妳從小在北南鄉 北南鄉 大南村的發電廠 對發電廠 因為爸爸在台電工作 對 在山裡面有一座發電廠 可是爸爸每次都去參加歌唱比賽 有得了冠軍呢 他們就會舉辦 員工的歌唱比賽 年年得獎都第一名 他還自己會編歌舞劇 比如說一面唱歌 一面演短劇的類似 電空地下這樣 好像就是有他的遺傳 你有他的遺傳 所以我受他的影響 但還有小時候就是 我的老師就是收音機 老師就是收音機 因為他們都會放一些台語歌 還有那個連七句 就唱盤 我爸爸喜歡唱日本歌 然後他 我就放放放聽 所以我小時候日本歌也都是 聽我爸爸買的唱片 學著 所以你看人生也很有趣 所以你那時候其實 本來懷抱著是飛冠夢 想說我去考 我是希望可以當飛行員的 小時候就是家裡環境也不是很好 我想說剛好就是有軍校在招生 那我就想說好啊 那我就去考 要去考空軍右校 空軍右校 那是飛冠的養成班 空軍右校 然後我們就去 去的時候 然後抱歉 你要當飛冠身高不夠 那你要不要考慮 去修飛機啊 反正你沒有開飛機 你也可以摸到飛機啊 沒有辦法當飛官 摸到飛機就好了 好了 我就進空軍企業學校 對啊 所以那個時候 你到了美軍基地 然後開始你的演唱功能 對啊 那時候我就開始 一個美軍 他看我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我才17歲 17歲 他蠻喜歡我的 然後他就帶我去 一個叫藍天使的那個 餐廳 POP 類似唱 就開始聽西洋歌曲 哇 好聽喔 我就開始 這才是我想要的 很Rock 搖滾的那樣 然後我就 後來就開始 學吉他 學西洋歌曲 然後一邊學會 一邊哼 然後歌詞 我就釘在那個 引擎那邊 螺絲上面 一邊寫一邊唱 一邊寫一邊唱 好 就這樣從他開始 進入那個 西洋歌曲的世界 想到那條路 台中港路 現在還是台灣大道 好 我是覺得 是不是把我改回來了 因為 台中港路 是我們台中 台中 共同的回憶 一個成長的記憶 對不對 所以你看人生的這個 因緣際會真的是很 很有意思 那你看後來 你也拿下了這個 金曲獎的 這個最佳演唱人獎 而且這幾年 就是有一首歌 然後網友把它稱為 稱就是 國際審文成日 每年到了5月11號 大家就在關心說 這天有落後嗎 是怎樣 有一次邦晚 我在台中表演完了 我開的車要上高速公路 在台中港路 中港交流道要上去的時候 中港交流道下面旁 那邊有很多童年 一些客運的 長途客運的 過的車站都在那邊 對 我在那邊等紅綠燈 然後就看到一個學生 好像 滿簡潔的 學生群裡 然後就過馬路 然後就在那邊 離情依依的這樣 然後拉著手這樣 我看見那好 然後又下著毛毛的雨 我就覺得那個感覺 那個畫面滿好的 印象歌 然後我就一直哼 那這九號5月11日 我第一個就 יד gu Friday的 這個虎字 那歌子 人家就寫的 很寫實啊 你就在 那個當下 看著那樣的影像 有那個感動 就寫出來 就是一個充滿人曾讚的 詞曲裡面 的一個感動 我們逃到了金曲 好O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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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